2020年4月,波兰流感爆发以后,导致4万只情类受到人类的蓄意宰伤,也令35万只家庭的性命受到了威胁。 令人诧异的是,流感爆发初期,竟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恶劣程度。 当我们回忆起5个月以前,发生在澳大利亚境内的火山事件时,你能想象它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吗? 此次事件,精灵40万人,无家可归,也令近乎5亿的动物葬身火海。 在地球上彻底销声匿迹,人们竟可笑地认为,这不过是一场无情的火山危机。 那么,发现在一个多月以前的,东非25年以来爆发的最大蝗灾事件,人类又是怎样认为的呢? 大多数人给予的答复是冷漠的,部分人甚至认为,这不过是一场十分罕见的旱灾罢了。 同样发生在一个月以前的,令数千名居民不得不逃离此处的塔尔火山喷发事件, 它甚至令生存在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彻底走向灭绝。 也令不计其数的野生动物面临重创。 还有半个月以前发生在土耳其东部地区,爱拉泽省的6.8级地震, 贪灵地球的一座城市毁于一旦。 更惊人的是,这场地震在撕裂地球表面的同时,还让地球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。 地球这个年轻的生命甚至为人类吐出了鲜血, 就连科学家们也对这一超自然现象抛出了问号。 提到2020年的灾难,人们更多地会想到可怕的疫情。 数月以前,不仅中国爆发了严重的病毒疫情, 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国家也是如此。 中国境内约有3万以上的患者确诊, 而美国境内竟有12万人不得不搬进医院。 这场灾难也让所有人深刻领晖, 生命的热响, 也让人们真正地对危在旦夕的地球感到重视。 因为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, 当人类见识到大自然的危言时, 才真正明白大自然并非恰无声息, 它只是不想过早地让人类自食其果罢了。 在这样的2020年, 你会怎样思考? 是在漫天的噩耗中自愿自安, 还是在碌碌无微的生活中无比愤慨, 亦或是渴望着即将到来的名为希望的明天? 或许人类应该看得远一些, 或是说我们应该看得更透彻一些。 譬如,2020年的环境问题已然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, 它涉及了经济、政治、科技、历史等范畴。 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否源于大自然的责备? 显然已经不再重要, 因为每一位人类都需直面这些后果,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。 无论人们是否拥有充足的物质条件, 亦或是稳固的经济基础, 无论你是否满足当下的浑浊空气和生活质量, 对于人类重获新鲜空气一世的观念总是一致的, 值得注意的是, 这一现象并非意味着每一类群体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一致的。 显然, 等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问题进行探讨时, 他们很难顾及到全球所有阶层人的立场, 他们甚至很难理解发展中国家底层劳动人民的难处, 甚至无法深刻领会他们在拯救地球的同时, 宣令自己深色险境。 这一现象也很可能引发另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, 人们很可能在拯救地球的同时, 失去维系生活的工作。 面对所剩无几的收入时, 他们又该如何? 他们下一代的希望又该如何打造? 更可怕的是, 他们面临的惨状很可能是无人问津的。 不难想象, 全世界范围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类的数量十分庞大。 对他们来说, 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, 因为他们的温饱本身就已经存在了巨大的问题, 环境问题在他们看来则显得有些不屑实际。 简单来说, 当部分人类认为眼下我们的发展已经足够了, 所以他们更希望保护地球的环境, 让如今的生活现状不再恶化, 亦或是得到略微的改善, 那么, 亚非拉地区人们的生死就真的不重要了吗?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。 如此看来, 人类发展至今, 无论消耗了多么庞大的资源, 亦或是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。 从地球发展至今的过程来看, 人类与地球上的物种大同小异, 二者都会在消耗完可供自身生存所需的资源后, 在地球上销声匿迹。 或许, 对于年轻的地球来说, 环境的问题令它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失去养分的速度。 值得注意的是, 人类不是这个星球的主宰者,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 地球不需要被拯救, 需要被拯救的反而是人类本身, 因为能够拯救人类的是人类本身, 那么, 当人类包容自身的同时, 就可以对环境肆意妄为了吗? 显然, 答案也是否定的, 人类对地球的善意是力所能及的, 是发自内心的。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, 我们下期再见。 大家好, 我是启明,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气科普的朋友。